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轮萨正处于文艺复兴的巅峰期 米开朗基罗接手了一块被其他雕刻家弃之不用的大理石 这块石头甚至有个不太光彩的绰号 这块石头已经被其他人尝试过 但都失败了 米开朗基罗却看到了他的潜力 这就像是他在石头中看到了大卫的灵魂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与传统的英雄形象有所不同 大卫并不是在战斗中 而是在战斗前的那一刻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决心和智慧 帕达尼克似乎随时准备迎接挑战 这种表现方式让人们看到了大卫不仅仅是个战士 更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思想的年轻人 有趣的是米开朗基罗在雕刻大卫时 大卫的头部和手部比例越大于身体 这是因为雕像原本是要放置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高处 这样的比例能让观众从下方仰望时感觉更加和谐 结果这座雕像最终被放置在佛罗伦萨市政厅前的广场上 成为了城市的象征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据说当大卫完成后 米开朗基罗的对手们极度不已 甚至有人试图破坏这座雕像 幸运的是 大卫经受住了这些挑战 并且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 成为了无数艺术家和游客的灵感来源 总结来说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不仅仅是一座雕像 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一个人类精神的缩影 他告诉我们 即使面对巨大的挑战 只要有决心和智慧 我们也能战胜一切 这座雕像不仅仅是大卫时的杰作 更是人类心灵的雕刻 希望大家在欣赏大卫时 不仅能看到那完美的肌肉线条 更能感受到那份无畏的勇气和智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肖邦革命练习曲 钢琴中的爱国情怀 当我们谈到肖邦的革命练习曲 12.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一首技术上 极具挑战性的钢琴作品 更是在探讨一段充满激情与爱国情怀的历史 首先让我们回到1831年 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波兰正处于反抗俄罗斯帝国统治的 11月起义November Prizing之中 年轻的肖邦当时仅21岁 身在巴黎 亲切与他的祖国波兰仅仅消连 当他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时 心中的悲痛与愤怒无以言调 这种情感的洪流 最终化作了革命练习曲的激昂澎湃的音符 这首练习曲以其狂风暴雨般的 左手八度阴行闻名 彭佛式战场上的炮火连天 右手的旋律则如同波兰人民不屈的灵魂 使而悲壮 肖邦用音乐描绘了波兰人民的英勇抗争 和他对祖国的深切思念 有趣的是 肖邦本人并不喜欢将他的作品与政治直接联系起来 他曾说过 让音乐说话吧 然而音乐本身却无法掩盖那份浓烈的爱国情怀 每当这首曲子响起 我们彭佛能听见肖邦心中的呐喊 波兰不会屈服 但技术层面上 革命练习曲对钢琴家的要求极高 左手的快速八度阴行需要极大的力量和精确度 而右手的旋律则要求演奏者具备高度的表现力 这首曲子不仅是对钢琴技巧的挑战 更是对演奏者情感表达的口验 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据说肖邦在创作这首曲子时 曾经因为情感过于激动而把钢琴键盘敲坏了 当然这可能只是个传说 但他生动地表达了这首曲子所蕴含的强烈情感 总之肖邦的革命练习曲 不仅是一首技术上令人敬畏的钢琴作品 更是一段充满爱国情怀的音乐史诗 每当我们聆听或演奏这首曲子时 都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心底的热血与激情 正如肖邦所希望的那样 让音乐说话 让我们在音符中感受那份不屈的灵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西区考课迷魂记 爱与迷失的悬疑经典 当我们谈到阿尔弗雷德 西区考课奥弗里奇·卡克的 《迷魂记》巴勒哥 特部1958年的电影 无疑是悬疑电影中的经典之作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个悬疑故事 更是一个关于爱、迷失和身份的深刻探讨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这部电影 并且在这过程中 加入一些有趣的故事和幽默的点滴 首先让我们从故事的基本情节开始 麦片讲述了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 赤眼的前警探斯科蒂·斯卡里·斯卡里 因为一次追捕事故而患上了居高症 他被一位老朋友委托去跟踪朋友的妻子 马德林天·诺华克斯 因为他似乎被一个已故的祖先附身 随着故事的发展 斯科蒂对马德林产生了深深的迷恋 但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鸡曲考课》在这部电影中 运用了许多创新的技术和叙事手法 例如电影中著名的变焦推拉镜头 也称为Fertigo Effect 那种技术通过同时变焦和移动摄影机 来创造一种视觉上的失重感 完美地表现了斯科蒂的巨高症和心理状态 那种技术后来被无数电影模仿和致敬 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 有趣的是 《鸡曲考课》在拍摄这部电影时 对细节的把控达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 据说他对Kanovac造型和服装有助非常具体的要求 甚至连他的发型和衣服的颜色都要符合他的视觉设计 这种对细节的执着 让电影的每一帧画面都充满了西区考课独特的风格 然而西区考课的这种苛刻也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据说在拍摄过程中 西区考课曾经因为一个场景的光线不够完美 而让整个剧组等了好几个小时 这样剧组成员们既敬佩又无奈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 如果西区考课能控制天气 他一定会让太阳按照他的剧本升起和落下 《灵魂记》中的爱情故事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主题 斯科蒂对马德林的迷恋 实际上是一种对理想化爱情的追求 他爱上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女人 而是一个他自己心中塑造的完美形象 这种对理想化爱情的追求 最终导致了他的迷失和痛苦 这也让我们思考现实中的爱情 是否真的能够承受我心中那些完美的幻想 总的来说 《灵魂记》是一部充满悬疑 爱情和心理探讨的经典电影 西区考课通过精湛的导演技巧 和对细节的执着 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电影世界 无论是电影爱好者还是心理学研究者 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无尽的启发和乐趣 所以下次当你在看《灵魂记》时 不妨多留意那些细节 并且思考一下 斯科蒂的迷恋和迷失 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某些角落 毕竟正如西区考课所说 电影是生活的切片 但它们比生活更有趣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读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带来了三段 关于艺术、音乐和电影的探讨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首先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 不仅仅是一块大理石雕像 它象征着人类的精神与力量 米开朗基罗通过雕刻这座雕像 向我们展示了决心和智慧 如何将一块被弃之不用的石头 变成永恒的英雄 接着 肖邦的《革命练习曲》 不仅是一首技术难度极高的钢琴曲 更是一段充满爱国情怀的音乐实施 肖邦通过这首曲子 表达了他对祖国波兰的深切思念 和人民英勇抗争的精神 最后 西区考课的《迷魂记》 是一部探讨爱、迷失和身份的 经典悬疑电影 通过精湛的导演技巧 和对细节的执着 《西区考课》 创作了一个 令人难以忘怀的电影世界 让我们思考 理想化爱情的追求 是否真的能在现实中实现 总结来说 无论是雕塑、音乐还是电影 这些艺术作品 都不仅仅是记忆的展示 更是对人类情感、精神 和心理的深刻探讨 希望大家在欣赏这些作品时 能够深入感受 其中的情感和思想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晚你们和我一样 享受了这段艺术之旅 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与我讨论哦 让我们一起 在艺术的世界里 继续探索与发现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 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打赞 打赞 打赞